你们现在两个人 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是 你们总把 目前出现的矛盾先搁置 然后把感情的升温 或者说感情的重修于好 寄希望于步入人生的下一阶段 现在又出现大的矛盾了 有公外孕 然后妻子受到了伤害 先生就觉得 那赶紧再要一个孩子 来了孩子就好了 我们都不回头看 不停下来看 我们现在的问题 就着急步入人生的下一阶段 那势必会把这一阶段 所有的问题 继续再带下去的 那你们之间 所有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就是今天这个局面了 婚姻不是逃避 日常平庸的 这样的一个庇护所 婚姻是一段更复杂 更危险的关系的开始 而且你们两个人 并没有真诚地对待彼此 一个人想着说 我的这个钱该怎么花 刚才赵春老师 质问你那一千块钱 去哪儿了 你说不上来 另一个人想的是 我挣得比你多 我为什么要把钱 跟你放在一起 我还把密码告诉你 你俩这是过日子的状态吗 你现在觉得很委屈 我都为了你 做了这样的手术 确实这手术有多危险 你不知道哈 知道 大出血人就没了 你意识不到吗 你委屈 其实也正如 刚才曲老师说的 这事怪谁呀 你要拿这一件事 一直作为 真扎他扎他 这一辈子吗 什么时候停 都没有真诚对待 这段婚姻 对待彼此的时候 及时止损 看一看你们到底 该如何往下走 孩子的事千万别想了 所以你们两个人 真的好好坐下来想一想 我们这段婚姻 是该回头梳理一下 之前我们所积攒下来的问题 解决一下 还是要继续这样 稀里糊涂走下去 谢谢 好 谢谢尚大老师 来 图老师 人家不听你的话 在灶上洗碗 你说人家不听话 人家出去玩 听你的 你说去哪就去哪 你说人家没主张 你说人家要怎样 不听你的话 你说不乖 听你的话 又说没主张 你一方面要求 一个男人听话 一方面又讨厌他的幼稚 但是一个幼稚的男人 才会听你的话 你觉得你是不是矛盾 你当初找他的时候 不就是喜欢他听话吗 你不就是喜欢他的幼稚吗 没主张吗 所以他才能够 对你千一百顺吗 如今结了婚了 你开始嫌弃这些东西 你不可能幼儿马儿跑 幼儿马儿不吃草 一方面要别人乖 一方面又不愿意 教他成长 这就像男人的那些 无理的要求 什么要上的厅堂 入的厨房 又要能干 又要长得漂亮 你又要一个男人成熟 又要他听你的话 那怎么可以呢 你觉得你贪不贪心 我们在婚前 可以当一个理想主义者 但婚后 一定要做一个务实主义者 你首先得接受 你找的男人 就是这个样子 对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